一早不少民眾就來到大理爽文路 這間彩券行買彩券 老闆雖然忙得不可開交 但臉上始終帶著笑容 因為自己經營彩券行12年以來 第一次開出了上億元的彩金 昨天早上的話 有五六隻燕子 在我這門口這樣放好放盤旋 本來他就有潮在這邊 昨天就春宴第一次跑過來 我就很有預感說 他會開投獎 果不其然今天是開 昨天就開了投獎 威力彩連槓19期 投彩獎金高達15.7億 10號晚間派彩結果 一注獨得落在大理 老闆黃宗本表示 這幾天一直看到春宴 在店門口飛來飛去 直覺是個好兆頭 只是這獨得15.7億的幸運兒是誰 黃老闆說 10號當天店裡生意很好 沒有特別留意 有可能是附近的熟客 或是工廠的上班族 沒有沒有 沒有什麼印象 所以人潮太多了 所以很會常忙 所以我真的 真的沒有印象 原來你會設有可能是 可能只有附近的人吧 這附近或過路客 或是後面的住宅區這邊的住戶 今天也特別來買就對了 買到啦 已經買到 你叫買到好啊 不要貪啦 投彩一開出就有人上門光顧 要沾沾喜氣 畢竟15.7億就從這裡開出 有買有機會 拼一下 希望自己就是下一個億萬富翁 既然來秋風台中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